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 袭击梁振英 一书 购买数量 声明 及联络电话 张华线支票 抬头请写 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 游记至普罗政治学院 并注明购买 袭击梁振英 一书 购买数量 声明 及联络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不讲政治 我们讲年近岁晚的影景 影景第一件事是徽春 徽春表面上平平无期 但是在香港的环境 开始有政治意义 第一件事我想讲 徽春为何是四个字 为何不是六个字为何是三个字 这个是和中国语言本身的特性有关 中国语言特性就是 由慢慢去写文开始 或者朗读开始 我们发觉原来中文讲四个字 是特别正的 特别容易 又压运 又齐整 很好听 道理很简单 从语法讲 就是四个字里面 更有一个字是虚字 三个字是实字 变成两个实 一个虚 最简单的构词 所以诗经大多数是四个字 古诗很多是四个字 短歌行短歌也是四个字 中国语文本身 如果你从字数发展 它实际上是由四个字 可以慢慢设计 我最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有一件事我们想要求自己 要写中文 是写很长的句子 这是作为自己本身的挑战 那个训练挑战 原因不是说中文特别适合写长句子 因为中文是适合写短句子 长句子是用来变化一下 调制一下 或者细到节奏 好听一些文章 长短有致 我想不多不少 你的想法都受到这些欧西文学的影响 就是为何人家的句子那么长 我的句子那么短 怎样都要拼长一点 跟别人等量齐观 但是长得来 其实大家仍然会发展一些规律 就是由四个字 跟着五个字 跟着你发现六个字 你再长下去 譬如这些单数的字 其实通常对偶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看下去 通常就算我们很长的对联 我们大概都是一些双数的字数 你慢慢会捉摸到 原来我们中文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不像英文 英文对那个字数本身 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 因为它是多饮节的语言 但是在中文来说 其实我们就会看 好的文章本身 原来你可以数到句子里面 这些字数是如何排列 于是我们有平文 就是四六 如果读下去 原来四六个平文 真的很好听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看看 为何揮春就是四个字 第一个是好听 第二个就是 揮春不可以很长 即是恭喜发财 恭喜世世代代发财 拿来说 恭喜这家发财 或者是什么一帆封信 很简单 另外刚才提到 虚拟和实质 有些朋友都未必太认识分别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些 譬如说说这个逻辑关系 我们叫虚拟 譬如说天从人缘 天就是实字 实有所字 就是天 人 人 缘就是缘亡 虫就是跟虫 或者是随虫 跟着 譬如说虫字 你可以说动词也可以 或者稍微虚的字也可以 所以中文 我们很强调 如果特别是我们的报纸 起庭的时候 我们就一路交流 就不要那么多虚字 虚字多意思 就是说你的句子里面 少资讯 是的 中文 刚才我们说了 为什么有四个字 原来中文 因为我一路看下来 中国人有一种 对文字 有一种美学的要求 是尽量希望 压缩所有的资讯 在一个越短的句子里面 越好 这是历来 我们古代经典 所追求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看 譬如说 老子的《道德经》 是很短的 你看一看 那本书 那本书已经是厚到这样的了 是的 而且都是几千年前写的 跟印刷術 都没有关系 纯是一个习惯 这个代表什么呢 就是中国传统对于一个人 说话或者是写文 它要求是什么呢 没有那么多口水 尽量说少一点 好一点 简结 留一些如愚 给其他人换味 但是这个有没有少许 跟我们古代 那个 记录文字 那个 条件有些关系呢 因为譬如说 希腊 或者埃琴 他们有 那些乳惟草 那些乳惟草 草子 但是因为 在古代的华夏 它是用竹简 所以要写得短一点 竹简 你只要写一场 你只是 那几卷影 其实 黑也是有体力 而且要处存 而且写错了 要改 要刮削 然后再黑 这些是其中的原因 但是以前 都是用纸 和报导 以于当时的王朝 或者是王后将相 和士大夫 家里也有很多钱 用纸 或者是用煲白 来写 都不是问题 但是 其实是一个意义 和美学的要求 是啊 就是因为 他希望 而资讯越简结 就产生一种很强的美感 美感 而且 读起来是流畅 它不是分开 哲理散文 和暑情散文 你分的就是 哲理散文都要写得漂亮 都要对偶 才算是有教养 有文采 另外一件事 就是涉及到传统的问题 譬如说 我们不喜欢说些不吉利的说谓 我们有比位 比位就很多种 现在你未必懂的 就是 你先祖叫什么名 你不要叫我名 那些叫做组 组委 提起来都会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是外国人就不同了 外国人 比如说George Bush 有George Bush George Bush George Bush Jr. 有George Bush III 有什么 他们就形容了那些名字 这个就是全传 外国人和唐人哥 最大的分别 我们就尽量避开 避开 因为直称祖父辈的名字 是不孝或者不敬 那说到这个问题 其实陈文 如果譬如写辉春 有没有这些忌位 忌位 当然不可以写空 死 或者亡 这些字 一定是写吉利 就是期望好的事发生 那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我们希望的就是 这种 就不是说现在有迷信 而是说 作为一种礼貌 应该作为一种礼貌 就不是作为一个迷信的态度 其实一年开始 无论是多艰难都好 都希望是会过得好 当然是写好东西 而且 辉春不是单是自己看的 拜年那些亲属 奔客都会看的 一定看到一些 不是吉利 或者看到 意思是不明白 那就不要 是的 但最重要 对于辉春来说 特别在香港 最重要就是那个书法 所以我们其实 有些版本给大家看看 记者员 可以放一些版本 这个就是大陆的辉春 这个也是在商场看到 所以我特意拍下来的 当然书法也是传统的书法 但是由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制作的东西 首先是多东西 一未够多 另外就是金碧辉煌 另外就是所有的空间 都填满了钱 金钱都还未够 还要元宝 还要一缸的钱 然后就是恭喜法财 和万事宜的旁边 都还要有位证 都写了合家平安 和福旺财旺 大佬 人家叫你写四个字 你写一写一写 写够这个十二个字 接着福字 上面一个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 这些就是 他不知道什么叫刘白 又不知道什么叫 隐悔 或者是寓意 你讲法财 就不是真的拿了钱出来 有其他比喻才行 这个也看异了整个社会 那种文化的融族 这个没办法了 我们就要对照 才知道 对照看我们香港 现在的辉春 这个就是 在小弟的家 也不是什么珍贵的 一般香烛店 都是买到这样的东西 都是从心所欲 就是金碧的字 但是字就是 比较丰厚的书饭 这个辉春就是百搭的外框 即是说 即使是公喜法财 可以进步 外边都是那些 左龙有缝 接着就是梅花 接着就是燕子 梅花就是内冬 燕子就是春天来 接着就是两个 一把儿子 那里没有尸 有子孙 欢乐 接着有炮掌 接着有 那些小鳥在竹上唱歌 接着就是 玉如意 大吉 菊花 一帆封信 两条鲤鱼 代表大鲤 全部没有讲到钱 有了钱 就不需要多钱 对 有这些东西 有这些东西 都已经是有钱 这些东西叫做如意 另外画工 就是 你看看这些画工 就是传统的工笔画 我估计 因为我以前也跟一帮讀设计的朋友 说过这些传统辉春 我估计当然 当年应该是很多南来的文人 因为穷困也好 什么都好 就是做这些操俗的工作 比如设计辉春 将那些工笔的书画的技巧 就放在一些辉春的外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辉春 略略有一些通俗的工笔的山水画 或者雀鳥画 人物画 这些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其实这类的模型 你看看其他的辉春 都还有更多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 比如说我们的小时候 甚至这些辉春 什么都没有 就是四个毛不治 街边的阿伯 我们自己写的 我们自己不是书画好 但是觉得这样 会比较开心一些 因为日日写毛不治 或者被老师迫着 学习那些 如何持续毛不管的东西 或者临帖 起码新年都给爸爸 或者给妈妈逼 你写一些字来看看 接着你奔客来 或者亲属来 如果写得好 当然是江大门尾 写得不好 大家都笑一下 都是选择 你说得真是轻松 都是选择 我们当时是羞恥 不同 现在 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当时 你写得不好 直接不敢给别人看 但是 那个有那个问题 因为你要花很多时间下去 书法 书法 如果你到了年纪大 你会发现有好处 其实你可以用来练气 是的 大家要自己试一下才知道 但是这件事本身 又不是每一个年轻人 自己感受得到 特别在现在 因为开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现在 小孩开始是不写字的 是输入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危机 因为书法 其实你对书法的感觉 是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那个笔画的顺序 或者那个轻重 哪个字 佔了多少位 比如说 我们要说书法和作文的关系 因为以前的人用毛笔字 起稿 不说起稿 一直都是毛笔字 直至到书方 黑人才用黑人的字 你起稿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知乎者也 这些字 占个位是小的 如果你用草书行书 一会就写完 这些叫虚字 实字 例如天地 你写得更大些 你写字字 就写完了 另外 二十一支毛笔 你写一句东西 你不会写得太长 你写得太长 你写得太长 就要戏断了 你再点一遍 那部戏不见了 那句什么笔也写不出来 或者短歌行也写不出来 所以就写到六个字 写到七个字 够了 然后再点墨再写 这一笔墨的时候 那句就在那里 所以我们说 文章在空中 你点一墨的时候 你点几多墨 你打算写多少句 或者那句有多长 或者是写一个字 要写到有多憤怒 那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在 今天就用 不要说用墨水筆 或者是原子筆写 或者是原筆写 或者是原筆写 如果是用了打字 什么瘡蝶 没有了 这些都没有了 这些中国文化最核心最骨架 就是我们的字 就不见了 你听下去 似乎就是说这些以前的历史 但是 又正巧 你应该同意代表一下 如果你说故宫里面 你应该自贴出来 举个例子 米飞 黄美智 如果你是小孩 根本从来都不写书法 或者是大人堆 有没有说 你把这些东西做什么 如果小孩 讀设计的学院美术 就会说 我在看空间意象 空间布局 大佬不是那些 我讲的行物流水 讲的笔 讲的怎样装一个字 你没有那些东西 你就当作抽象画 所以如果你看回 回应第一节讲的 如果你说在现在文化的气氛里面 放一个公博物馆 在香港 这个就是 total bullshit 根本就没有人 有这个条件 或者有这个修为 去欣赏这些 等一块宋池在那里 蛤?白白白的 什么不是没有金边 什么不是老鼠公仔里面 没有的 我差不多 我想起来 就是故宫博物馆的 这个和迪士尼 这个和迪士尼 因为已经有了 就是现在你看到 几个韩国妹在 鼓鼓面上跳舞 现在被禁止了 现在就开始有这些东西了 没有书法呢 你又不会看画的了 是的 不懂看画 比如你说 如果是写过书法 就知道笔画下来 有松有紧 一笔落有些流行 或者你画国画 就知道要留白 知道有些地方是空染 有少少的墨 你又懂得看宋池 看一个平平无忌的清池 里面有少少的色调 很慢的变化 你又懂得欣赏 不要说懂得欣赏 你只是懂得看 和觉得美 那种环境才是 就是现在那些五颜六色 用Photoshop也好 或者那些电脑辅作绘画 你喜欢贴什么 就在这里借图 又搞下去 你根本就已经是 那个环境 不是那个环境 所以陈文今天去选择这个题目 本身大家要欣赏 也要欣赏 就是说 我们现在去看 我们自己 剩下来的文化遗产 我们要格外留心 以及留意细节 一旦不留意的话 你没有这个鑑赏的能力 分别到这些 哪些在中国 哪些在自己的香港 越创 他们现在很短期之内 就能够将整个社会的面貌 改变了 改变了 例如刚才说的那些辉春 我不是故意在大陆上 上深圳拍摄 我只是在商场拍摄 商场居然不用 我们香港原本本土的辉春 是用了挪湖 那边运过来的辉春 为什么便宜 现在就是透过这个方法 去改变香港整个文化面貌 接着就改变了经济面貌 如果没有对照 就不知道它是恶族 你一对照 就说香港那些 直接是唐伯虎那些东西 虽然画得是 空间比例 没有那么差 但你用小笔来看 或者一只只公仔来看 唐伯虎 齐伯石那些东西 这个问题 我相信 不够一时三一 可以解决得到的 甚至前景也可能比较悲观 可能有一天 你今年不想买到香港 买不到 但起码现在的互联网 我们有个好处 我们留下文化记忆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有这个实力 我们有这个条件 我们有这个意志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 原本本在战后的废墟 可以重建 拿出来 又不是难的 这个就是用德国战后的比喻 实际上 香港 虽然在近年尾 就不应该说一些不容易的东西 但看现在的形势 在文化上 香港会来一次大的灾结 因为会被清洗或者被摧毁 我提到德国 我在佛来堡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大的震撼 有一个德国朋友 带我去黑森林 有一个一切的东西 的档案 建筑草图 什么都在这里 如果我们整个佛来堡 被创平 后代的人 将里面的建筑草图 档案 人口 有多少资料 拿出来 是可以将整个城市重建的 我就觉得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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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我熟悉的英国文 James Joyce 你不要理这个是什么人 总之你只记这个教训 他其实在都柏林他自己都不受欢迎 因为他对这个城市或者对人对市 有很多批判 总之看不上眼很多东西 流亡在海外 譬如去瑞士苏尼西 去巴勒 去意大利 但是他写的那本小书 尤利西斯 他做了一件事 以这个期许 就是有一天 都柏林在这个世上毁灭了的时候 读者可以看这本小说 可以重构整个城市出来 那我们今次香港有没有人做到这一件事 是的 这个宏远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长篇小说的作用 就是用人物场景 将社会的全景记录下来 那你听下去 你觉得很空泛 好像Erik 好像林郑月娥那些八大远景 但是我举一个实例给你听 他怎样做到这一件事 他就说 因为那里有一条河 就是Levy 每一个骑鸡仔城市都会有一条 他就说 如果你在某一点里 扔一个纸船下去 他什么时候才会去到另一个地方 他原来做过的搜索是计过的 是的 很厉害 这个就等于你扔了一个橙在中环 他什么时候才会去到 飘到深水埗 或者飘出李渔门 是写小说的时候计告的 这是我们所谓在小说中的自然主义 那种基础的研究 写小说不是乱来的 他有凭空想像的部分 但有一些就是要经过一个 我们对一个城市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些细节的记忆 问题就是我们对一个城市大为的记忆 比如说旺角是怎样的 但细节的记忆 就是刚才所谓的一个小缘 一个徽春里面的设计 我们觉得不重要 不起眼 没有意义 但其实对一个城市重构起来 这些就是我们最需要的细节 是有意义的 等于不是说徽春不是说食 你撕开一个砵仔糕 或者撕开一个白糖糕里面的样子 你要记得 等于这个追忆细水年华 他说的马德林小饼是怎样做的 他还有就是他吃这个饼的时候 他喝过一杯茶 他在小时候做过这件事 他一开始这个小说就是回忆了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就是带回他童年的记忆 趁着结尾我考虑大家 以前的白粥是怎样煮的 白粥只是白粥 什么都没有了 以前的白粥是怎样煮的 这些呢 你未吃过以前的煮 用那个方法煮出来的白粥 你没有这个记忆 你又不能够去欣赏到白粥的味道 你知道 以前煮过的 起码多少时间 落多少水 那些基本的东西 但起码是白粥的粥香是什么时候飘出来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 白粥要煮多久 几点起床 几点起床 这些是四五点 加素仔的血雷史 现在呢 代表很多人的情况 但是呢 现在就没办法了 所有人都吃麦当劳 尤其是我们的技术人都吃麦当劳 所以我头部都看不出这些东西 因为深水埗都很难找到粥铺 没有了 现在没有人做这些东西 只有那边有一间 但已经逼到铺位很小的 我解释个原因给你听 为什么呢 现在你给钱都不会做 太辛苦 太辛苦 太辛苦了 家里煮粥就容易 在粥铺里煮的东西 找粥铺在一个大粥铺里煮 最大的一件事 早上四五点起床 现在没有人会做到这些东西 这个不是说一些大会环境的改变 就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变化 很多东西就自然会遗失 遗失我们没有办法去触摸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去保存这些东西 正如追跡细出的东西 我们找一个能力就是去记住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在文字上记录下来 所以你的细节记录下来 下代未必做到那些东西 但做到类同的东西的时候 那个味道在那里 或者那个精神的运味 寄托在新的事物上 那有哪个民族 有哪个民族做到这些东西呢 刚才你说的是德国之外 日本人 但日本人不是记录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是负责 记载中国文化 既堂又松 留在他那里 然后他有所改造 有所混合 然后就一直守舊 守住了 好了 我们今天也叫陈文 帮我们上了一个回忆的一步 希望陈文将来都 在各方面不同的地方 可以提供这些记忆 给我们的尊重 是的 我们有记忆才可以有前进的方向 好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